《平常委》 今天是香港時間7月23號 歡迎收聽《今日新聞》 我們首先看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在中共政治亂象頻頻傳出之際 七常委罕見地集體量上 專家就此作出分析 據官方傳媒《新華社》報導 7月18日中共七常委共同出席了在北京召開的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 中共並不重視環境保護 見證到現在一共只是辦了9次生態保護大會 而歷來的層級都有限 但是今次不僅七常委一起出席 還由習近平說規格是70年來僅建 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陳世民在接受《自由時報》採訪時認為 目前中共政治人事動盪 習近平有意安排常委一起亮相 塑造團結假象 陳世民說 中共外長秦剛是習近平刻意提拔的 現在如果秦剛真是出現問題 無論究竟是什麼問題都一定會令人質疑 習近平沒有知人之名 會傷害他的威望 今次不僅七常委共同出席了少少的環保會議 而習近平還要其他六常委在會上發言 很明顯就是要求這六個常委必須要做一個政治動作 你強調對習近平效忠 向外界呈現他的權力還是非常穩固 陳世民認為這種權力穩固 實際至少故意塑造的假象 在二十大之後 其他派系被逐出權力高層之外 而其他非習家軍派系當中 不滿的情緒確實存在 差的只是 是不是會有影響力的人物發出倡議 將這個不滿的情緒激發出來 非習派對習近平會構成相當程度的挑戰 而另一方面 習近平還面臨一個政治繼承問題 沒有一個明確的接班人初刑 也會導致權力鬥爭 有可能會令政權出現不穩定 中國民主運動活動家魏京生 在最新一期的《青英論壇》分析說 秦剛事件被炒作得非常厲害 而且攻擊性很強 以至於到了習近平也無法下決心的程度 這樣說明中共內鬥激烈 而且是針對習近平的 因為很多人意識到 習近平繼續留下 可能對大家都不安全 他將整個國家拖落水 拖淋經濟 國際關係也搞亂了 因此很多人想他下台 各種陰謀計劃都有 已經直接打到習近平的左右手身上 說明中共內部問題已經非常大 中共外交部長秦剛從6月25日至今 已經有4個星期沒有公開露面 根據中共外交部官網 秦剛的第一副手馬朝鈺 7月20日代替秦剛 出席金磚國家外長線上特別會議 這被認為反映了秦剛的未來走向 路透社引述外交官消息指出 馬朝鈺可能取代秦剛出任外交部長 中共官方曾解釋秦剛消失是身體原因 外界就流傳秦剛和鳳凰衛視駐美記者 傅曉田分愛情 而且傅曉田是中美雙面間諜 北京自秦榮譽主編胡平 7月22日在上報發表文章說 中共外交部14日的例行記者會上 發生社記者問到秦剛 發言人汪文斌低頭不語 沉默近20秒 最後還是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如果真是秦剛健康有問題 汪文斌就會立即答覆而不會沉默 汪文斌的沉默實際上明確暗示秦剛出了問題 而到現在為止 習近平還沒有決定如何處置他 據胡平說 有一點看起來比較可靠 那就是秦剛這件事 確實很可能是源自中共高層的內鬥 因為網絡上風傳的資訊 既不像是境外的記者 也不像是中國民間人士統出來的 這個擺明了也是對習近平不滿 這就是為何直到今天還沒有對秦剛做出處置 因為習近平左右為難 秦剛不跟張高麗 張高麗早就退休 不露面是正常的 秦剛是現任的外交部長 外交部長這個角色不能經常空穴 所以這件事不可能總是不做決定 胡平認為大體上可以說 秦剛空多吉少 因為習近平要補他早就補了 不會任憑事態發展到今天 秦剛很可能從此在政壇上消聲匿跡 習近平就會很難堪 最近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訪問了中國 並且在20日和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了會面 在會談之中 習近平親切地叫基辛格做老朋友 並且以豪華五宴進行款待 當日的宴會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 有關宴會廳的報紙和菜單 也在中共央視節目大國外交最前線曝光 不過這種超高規格的招待 也引發外界的批評聲浪 指他腐敗以及差別待遇 在大國外交最前線節目裡 主持人介紹了習近平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 為基辛格精心佈置的五宴 其中單是五宴的餐桌就特別吸引人 不僅用大量鮮花編排成一幅山水卷軸畫 周圍還用精美的唐藝作品點綴 包括老壽喜、展翅鮮學和金魚如意等 主持人說這些象徵有而似水、福壽如山 表達對基辛格這位百歲老人的祝福和敬意 另外餐桌上的鮮花卷軸還有一座五港橋 同意會聽壁話的五港橋呼應 主持人解釋說這樣象徵期待基辛格 成為中美人民友誼的橋樑 除此之外主持人還特別介紹了放在餐桌主委的一個大壽桃 表示這個大壽桃外圍有九個小壽桃 裏面還有90個更小的壽桃 總共有100個 那象徵基辛格剛剛過了百歲生日 以及他在過去幾十年期間對中國進行了百多次訪問 這兩個100家在一起 令到今次的訪華行程具有特殊意義 還有根據主持人介紹這次五宴的菜單也非常講究 部分菜式更是復刻了1972年 基辛格陪同時任美國總統尼克遜訪問中國時候的菜式 包括北京田鴨、西湖醋魚、兩吃大蝦等 是一次歷史的回味 針對這場超豪華五宴 北京致出榮譽主編胡平21日在推特法文質疑和批評 他指出 這不叫腐敗叫做什麼? 他說 高規格接待一個外國公民 那本身就是腐敗 借接待的機會 供款吃喝 更加是嚴重的腐敗 居然為一個外國公民大辦授煙 其實生日早就過了 擺這麼豪華奢侈宴會的延寺 這簡直是超級超級腐敗 胡平也老批說 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眾全世界炫耀 欺負天下人都沒有道德感 推文下方有人回應說 豬門走肉臭 腦油凍死骨 都是老百姓的血汗碎款 知出向老百姓交代了沒有? 一點都不透明 更有人直指 招待基辛格的規格 比得想招待金日成了 海外傳媒報導指出 基辛格此行是以民間人士身份訪問中國 與此同時 美國氣候特使克里 也在中國進行訪問 但相比之下 基辛格獲得和習近平會面的機會 而克里和近日訪問北京的美國財政部長耶倫 就沒有這樣的機會 這樣凸顯了中共的差別待遇 我們來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俄烏的戰火可能蔓延到其他國家 經濟學人雜誌最近提出一項懲罰俄羅斯的建議 最近俄羅斯在外交領域受挫 陸續和昔日的夥伴炒 首先是一直向俄羅斯提供武器的伊朗 據莫斯科時報報導 伊朗外長7月18日 在德克蘭一場新聞發布會上比試 伊朗政府不承認俄羅斯吞併烏克蘭領土 並且主張尊重所有國家的領土完整 伊朗堅持應該通過政治對話解決俄烏戰爭 這個被認為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最近插手 與伊朗和阿聯酋的國土爭端有關 另外伊朗向俄羅斯訂購的50架 蘇35戰鬥機早已支付全部貨款 合同規定今年交貨 但俄羅斯一來自己的武器都來不及生產 二來被西方制裁後 很多零部件無法倒貨 所以伊朗至今沒有收到戰鬥機 除了伊朗之外 一直在俄羅斯和北約之間左右逢源的土耳其 也與俄羅斯炒翻了 原本在土耳其的調停下 俄羅斯同意將紮波羅熱核電站 而交給國際原子能機構 並延長黑海糧食出口通道的期限 不過現在俄羅斯先後撕毀這兩大承諾 於是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宣布 向烏克蘭援助120架無人機和其他戰車 甚至宣布派500名精英士兵進入烏克蘭 協助反攻 《世界論壇》上一篇文章分析說 目前還沒有任何第三國的正規軍進入烏克蘭 土耳其是唯一的 所以克里姆林宮最近是有點亂龍 有牽台炒翻的架勢 還在7月20日突然宣布 所有在黑海、駛往烏克蘭港口的船隻 無論國籍都將被視為軍事目標 這篇文章認為 事實上俄羅斯等於是向全世界宣戰 目的是徹底中斷烏克蘭幾千萬噸的糧食出口 這實際上是對全球的威脅 但俄羅斯的原油命脈 博斯普魯斯海峽掌握在土耳其手中 所以未來局勢如何發展 誰先復遠 現在還很難說 烏克蘭也迅速做出反應 警告從7月21日起 在黑海水域前往俄控制的海港船隻 都可能被烏克蘭視為運載軍用物資 顯然烏克蘭要徹底封鎖克里米亞 這篇文章提到 哲利總統博里奇21日在布魯塞爾舉行的一場 領袖高峰會上說 今天是烏克蘭 明天可能是我們中的任何一個 意思是如果俄羅斯獲勝 現行的國際秩序將會崩塌 屆時沒有一個國家是安全的 這也是世界各國支持烏克蘭的根本原因 俄羅斯最近有四面楚歌的跡象 就在21日 《經濟學人》雜誌發表文章 建議將俄羅斯的3,000億美金外匯全體 全部交給烏克蘭 讓俄羅斯為入侵付出代價 自從開戰以來 西方政府持續扣押俄國資產 但對於如何處置已經被凍結的3,000億美金外匯全體 各國一直沒有達成共識 經濟學人認為 烏克蘭打這場戰爭不僅為保衛國家 也是為了維護1945年後的全球秩序 這個秩序是世界經濟和安全的基礎 無論西方如何處置俄羅斯凍結資產 道長開創國際先例 換句話說 西方制裁俄羅斯的同事 也對在台海躍躍肉視的中共發出警告 經濟學人寫道 但西方採取的措施必須遵守國際法 根據國際法 國家資產受到保護 免遭扣押 當然已經有律師建議 美國和歐盟 這些原則可能不適用俄羅斯的情況 聯合國安理會表決 也可以作為扣押俄資產的法律依據 但俄羅斯擁有否決權 經濟學人指出 最好的方法包括三個步驟 首先是抹收俄羅斯資產產生的收入 並將它交給烏克蘭 歐洲清算銀行 持有近2,250億美元的俄羅斯凍結資產 並通過投資這些資產獲利 按百分百的稅率徵稅 每年可產生超過30億美元的收入 而且是合法的 至少可以保證烏克蘭獲得一筆經常性收入 第二步是叫俄羅斯支付賠款 換取鬆綁制裁 最後需要耐心 不懈的努力來擴大針對俄羅斯的法律案件 報導直言 直接奪取俄羅斯所有被凍結的資產更簡單 但這與獨裁政權的所作所為無異 加拿大官員7月21日表示 退休劇警威廉·馬傑爾 因為涉嫌代表中共進行外國干涉 已經被逮捕 加拿大王家劇警在聲明中說 60歲的馬傑爾被控利用他的知識 和廣泛的人脈 來獲取情報或服務 以令中共政府受益 協助中共政府在加拿大法律範圍之外 識別和恐嚇個人 馬傑爾是香港居民 在7月20日由香港非底溫哥華探親時被逮捕 加拿大劇警犯人亞當斯告訴加拿大廣播電台 馬傑爾為一家香港公司工作 一家公司為中共收集一名加拿大居民的個人信息 不過 亞當斯補充說 不知道這名被中共針對的人士的國籍 加拿大劇警表示 馬傑爾被指控串謀 以及為外國實體謀利 每項指控最多可以判處兩年的監禁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日新聞再會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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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